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2年8月21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来到宜兰视察教育建设 首站在教育部长潘文中的陪同下 来到东山清沟非盈利幼儿园 这是前瞻基础建设所补助的友善育儿空间 打造小朋友的专属学习环境 陈院长表示 政府会持续来落实总统蔡英文 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政策 全力支持年轻家庭育儿 前瞻基础建设 赐资了5000多万元 来兴建清沟非盈利的幼儿园 行政院长陈建仁和教育部长潘文中 今天就一早来到幼儿园参访 视察这项校园社区化改造计划 营造友善育儿空间的推动情况 我们在106年 就向中央来争取 其中我们争取了两个学校 包括一个是勤勾国小 一个是壮与国小 那这两个学校加起来 总共感谢中央核定的经费是 9700多万 我们是采援援柱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里面跑跑跳跳呢 我们用援柱的方式的话 要避免去做一个碰撞 另外每一个墙每一面柱 我们都是用倒角的方式 也避免有90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锐角 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窗台呢 是以60公分高的一个窗台 让小朋友不管是在里面或在外面 其实都可以很放心很安全的 也能够看得到外面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当时设计的时候 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教委部长表示 自从院长上任之后 向他关心幼儿园的学习环境 规划在三年内 要逐步达成幼儿园师生比 从原本的1比15 调整到1比12 来减轻教保人员的压力 幸福的 这么小的小孩 说真的一个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照顾一个两个头就很大了 这个一下子班上有将近30位 所以院长上任之后 也特别考量到 40年没有调整的生肢比 从1比15 那已经维持了经事记录40年了 那院长也觉得 一定要让幼儿园 我们所有的教保同仁 可以更有心力 来把孩子照顾的更细腻 也减轻他们的负担 所以预计就从112学年度开始 用三年的时间 所以就要把公共化公立的 然后非营利的幼儿园 我们从1比15调降到1比12 我想这个对我们很多的教保同仁来讲 真的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用更多的心力 让爸爸妈妈更安心 一人县能够在这里开发结果 看到今天院长特别跟部长一起来 我们这个感受很深 虽然少子化 一人县的人口也越来越少 但是功力跟非营利的拖手 确实不足 排队都排不到 抽签也抽不到 所以政府有看到苦民所苦 来推动这个政策 是值得加许的 院长表示 走进幼儿园 深刻的感受到 孩子们学习以及环境相当重要 他也会全力来支持 少子化育儿的整体计划的经费 持续补助公立幼儿园 并态换幼童专车 并且也持续精进育儿的措施 刚才看了这个漂亮的幼儿园 我觉得政府通过前瞻建设的预算 来跟宜兰县政府一起努力 为小朋友打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空间 实在是再好不够的日子 而且使得我们的台湾的小孩子 能够得到很好的栽培 政府就推动了 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 这样的一个目标 2016年的经费是150亿 2016 但是到了今年 已经将近1100亿 增加了7倍 现在小朋友练公共和主公共化幼儿园的费用 刚才我们部长已经讲了 可以降到最低 而且我们的托育的补助也增加 育儿今天也增加 所以让很多的小朋友的家庭 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来照顾我们所有的小孩 也谢谢宜兰县政府 刚才讲的这个经费是竞争的嘛 宜兰县政府能够提出好的计划 那经过审议以后 当然就得到好的补助 所以我们中央跟地方合作 就是可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虽极院长也实际走访幼儿园的环境 并走进教室和幼童们来进行互动 宜兰新闻记者南夏如采坊报道 哇好炫啊 好厉害